欢迎大家参加今天 临床药学会举办的重症照护系列课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思涵 那先提醒大家一下 使用当初注册的email上线50分钟 就可以获得1.2个学分 那如果课程中有任何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使用右下角的问语答留言 那我最后会协助做一个提问 那电脑版的话 就是点右下角问语答的字眼 那手机的话 你要打开右下角的三个点点 才会看到问语答 好 那今天是重症照护系列课程的第一场 主题是重症病人如何根据PKPD选择 适当的抗生素使用 那今天的主讲者是台大医院的吴建制药师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很荣幸能担任建制药师的主持人 那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 吴建制药师毕业于台大药学系与灵药所 曾担任台大医院药剂部的临床药室组组长 目前为急诊调剂组组长 也是台大药学院专任的临床助理教授 担任药物治疗学许多堂课程的讲师 那也做过蛮多跟抗生素相关的研究 相信今天这堂课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那听课中有任何问题 记得要留言在问你答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建制药师 好谢谢斯坦的介绍 那你有看到我的slide吗 有 OK好那我就开始 那开始之前还是简单讲一下 就是这些课程其实是临床药学院年轻药室文会筹划的这样子啦 那我自己是觉得其实这几年ICU的各个院的ICU 其实都开始有药师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相对的课程好像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希望说可能我们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 我们来筹判一些跟重症招呼相关的课程这样子 可能这两三年然后把相关的主题都有了上个课程这样子 那这样对未来如果要进入教育或病房座 你从药师招呼的药师可以有一些帮忙这样子啦 所以今天第一个课程就是由我先开始 那为大家来讲这个就是在重症招呼里面 其实大家很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抗生素的PKPD 怎么样让它去最适化这样子 那重症病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有败血症 那败血症的该那其实里面就有提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 让病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当然就是你要给予抗生素 那给予抗生素除了要适当之外 还要很及时之外 你还要能够让它的PKPD 可以达到最佳的状况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Evidence目前是Best Practice Statement这样子 当然所以后续就有非常多研究在 要探讨这样的问题这样子 那这个问题其实在ICU的病人 其实是更常会遇到的问题这样子 举个例子在2014年有个Daily的Trial 他就是要看在ICU的病人他们使用被Highlight 10 的抗生素的时候 那他们到底能不能达到一些治疗的目标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只是要看一个比较60分几格 像50%的FT-MIC的话 其实大部分将近90% 我们给这样的剂量是会达到 可是后面会提到其实在ICU的病人 这样的target可能是不太够 不太够也不太适当的这样 那可能如果我们想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target的 像是100%的FT-MIC 甚至可能要预防抗热性的产生 要达到100%的FT-4倍MIC的话 你可以看到其实给照目前的建议给一些剂量的话 其实可能只有三成到七成的病人 可以达到适当的target 所以也就是说在ICU的病人 PKPD能不能达到target的 其实一直是一个很大的issue这样子 那ICU的病人有非常多的因素 会影响到抗素的浓度 具体来讲就是说 这些病人处在一个比较大的stress之下 会处在一个比较hyperdynamic的状况 所以它的cardia会比较增加 那导致它的renal的perfusion会增加 那renal class会增加 那可能它的浓度就会下降 那当然它也有可能因为resustation的部分 给了很多free的等等的 然后分布体就会增加 那浓度就会下降这样 然后organ dysfunctions基本上是比较少的 那当然另外一块就是 病人可能有shock或hypopulation 那它可能就会产生renal dysfunctions 像AKI或是hepardic dysfunctions等等 那这样的clearance跟VD就会改变 那浓度可能会增加 那更甚者有些会接受一些organ support 像是CRT或是说ECMO等等的 那这个浓度就更难的预期 所以ICU的病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性 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导致他们的PKPD 其实有时候是很难预测的这样子 那今天会跟大家介绍 今天的内容其实蛮多的 我希望我可以尽量在一个小时内 以很简短的方式让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内容 这样 那我们首先从Consure PKPD开始 那PK我们的了解就是浓度跟时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ADME这样子 就一个药物吃进去之后 它的吸收分布代谢跟排除等等 那但是这个浓度跟疗效其实是 就是看的就是 那这个药物到底可以对你的身体 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我们要看的Fung-Code Dynamic 所以在什么样的浓度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但是其实我们在意的是两个的结合 就是在时间点各个时间点之下 这个药物对你的身体到底产生的效果是怎么样 那以抗震数来讲 其实他要看的PKPD主要就分了三大类 那第一大类就是看T-Dye MIC 也就是说浓度超过MIC时间的比例这样子 那这个代表的药物就是Penicillin Cylusporin跟CopyNet 那T-Dye MIC的比例越长的话呢 它的效果疗效会是越佳的 那有这样特性的药物呢 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像是大家常听到的可能是延长输注 甚至连续输注 或是说你给一个Dose Frequency要比较频繁 像两光QD跟500蜜光Q6 对于Time Dependent抗生素来讲 可能就会有所差别 那它的500蜜光Q6 可能可以达到的T-Dye MIC 似乎比较高的这样 所以也就说Extend Infusion跟Continence Infusion 其实只有看T-Dye MIC的药物 是会有帮忙的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PKPD target 就是C-Mux-Tree MIC 那这个我们俗称就是Concentrate Dependent抗生素 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Amino-Glycoside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给Amino-Glycoside 其实都是用One Steady Dose的方式嘛 一次给个大剂量 让它达到一个很大的C-Mux 那让它C-Mux-Tree MIC 可以到8到10比1 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最后一个其他的就是 它就是两个都有在看 那基本上它就看AUC-Tree MIC 那常见的就是Vanclomycin Corysteam Deltoomycin这些等等 那如果是AUC-Tree MIC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 大家都要AUC跟Dose成正比嘛 所以如果你要Optimize 这种药物的PKPD的话 其实你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把Daily Dose去把它增加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 各种常见抗生素的PKPD 但是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可以先看Serval Supreme rate的Penicillin Serval Supreme Copy 可以看到他们是看T-Di MIC嘛 那50到100%其实都有人讲 那我就像我前面提到 50%是最低标的方式 最低标的 那如果100%的话 可能在重症病人是 的疗效才会是比较好的这样 那后面就是Anti-Fungal 就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你到底你在决定 激量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两个 就是你的Target Go到底在哪里 还有就是你现在面对的 细菌的MIC的Value 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样 举例来讲就是说 假设我现在的Target 只有50%的T-Di MIC 也就是我常举例说 你现在考试只是要及格的话 那基本上你给Serval Supreme 你给两光Q12 其实你随便给 你应该都可以 达到这样的Target 就算你给Continuous Infusion 你也不一定 就是你给Continuous Infusion 或是给Intermittent Infusion 如果你的Target 只有50%到MIC的话 其实没有差别的 那下一个的决定点就是MIC 当你的细菌的MIC是2的时候 其实如果你给两光Q12 你可以达到70%到MIC 所以你这样给就可以这样 但是当你的MIC 细菌的MIC上升 就是细菌变得比较难治愈的时候 那你可能给一样的两光Q12 你就只能达到50%的Target 甚至当你的MIC是8的时候 我电脑跑掉 当你的MIC是8的时候 你其实就只能达到30%的Target 所以就是说 这种Extent Infusion 或是Continuous Infusion 其实在MIC很高的细菌的时候 其实相对来讲 它的效益是会比较大的这样子 那带ICU的病人到底 带ICU的病人到底 它的我们的Target应该抓在哪里 那这个就是Daily Study 里面大家可以再看一次 我的Slide好像会乱跑 等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这条线是T到MIC 那A8G2-Skull 18-54 就是比较严重感染的病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如果它的T到MIC的比例越高的时候 其实它的Alcone是会越好的 我的Slide为什么会自己乱动 因为有人可以控制我的Slide 是不是 不好意思 等一下 好 所以Postil肯定Alcone 大概就是 当我的T到MIC的比例越高的时候 其实它的Alcone 在重症病人可能是越好 所以基本上在ICU的病人 目前的建议是T到MIC的比例越来越高 现在建议至少要100%T到MIC 是比较适合的Target 那我们要怎么样达到 增加T到MIC的目标 其实有几个方式 像这个 这个举例就ABCD 就是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Double Dose 就是你本来给一光Q8 然后你现在给两光Q8 那你可以增加25%的T到MIC 这样子 那当然这种方式是最花钱的 因为你就是Double Dose 这样子 那再来另一个方式是Frequency下降 就是如果你一光Q8 你把它变成一光Q6 你只增加三分之一的计量 你也可以达到25%的T代MIC 那最花钱的方式 其实就是我一样给一光Q8 但是我给三小时的Infusion 甚至Continuous Infusion 就是我们讲Extentive Infusion的概念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给一样的计量 那你也可以达到一样的T代MIC 那如果你想要追求极致 当你BCG的MIC很高的时候 那你想要达到最佳的方式 那当然就是你就把Dose增加 然后又给它Extentive Infusion这样 所以有很多方式 大家可以去操作这样子 但是Extentive Infusion的话 应该是最有经济效益的模式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之前就是 2009年的时候 就有人做一个Study 他就是在比较说 我用Tadocin去治疗VAP的病人 然后他要看的是Continuous Infusion 跟Intermittentive Infusion Outcome有没有差别 然后我觉得这个Study 最重要的重点是这样 就是在治愈VAP的部分的话 Continuous Infusion 其实很明显的是有比较好的Outcome这样 但是如果你去细看就是MIC 当MIC等于试的时候 其实Intermittent Infusion 跟Continuous Infusion的差异 就没有达到显著 但是当你MIC越高的时候 可以看到Continuous Infusion 都可以维持大概在9成左右的治愈率 但是Intermittent Infusion的Outcome 就是很大幅的下降这样 所以就是像我前面讲的 就是当你MIC很高的时候 你用这些特殊的给法的时候 其实才会达到他一定有的效果 也就是说当你细菌MIC是很低的时候 你其实怎么给 你都可以达到那样的target的时候 你的Outcome其实差异就不会很大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因为Continuous Infusion 跟Extended Infusion 就是BETA10的Continuous Infusion 跟Extended Infusion 就是有这么多的Data看起来好像是好的 所以陆续这几年就有开始在做一些RCT 就要去证实说 我对BETA10做Continuous Infusion 是不是真的比Intermittent Infusion来得好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在2015年的Bring Study 这样 那它基本上就是要看说 我连续输入Mero Penin跟Tardosin 跟Pyprosin Tardosobatin 相对Intermittent相比的话 Outcome有没有差 那这一类的Study 其实都会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是 没有Clinical Significance的时候 其实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因为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病人就分组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病人 就是不一定找得到Pasogen 像Bring Study 它只有20%的病人 可以看到有细菌这样 那而且呢 20%病人有细菌之外呢 那有MIC很高的细菌 像我们认为的Sydomos 跟Axenobacter 其实比例都很低 像在这个整个Study 它有400多个人 只有6个病人 有Sydomos跟Axenobacter这样 再来就是这个Study 的immunic compromise 只有将近15%这样子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导致Bring 2 Study 是看不出Continuous Emission 有什么好处的 那再来就是同样的一个Study的设计 他们把它从Bring Study 是在澳洲做的 然后他们就把它拿到马来西亚去做 那马来西亚这个Study叫Bring Study 它可以看到说 它一样是用Continuous Emission 去比一下 Intermediate Emission 可是在Bring Study 就可以看到说 临床的治愈率啊 不管是Pneumonia 或是Ventillator Free Date等等的 都是Continuous Emission 比较好 那也的确Continuous Emission的Beta Ayrton 可以达到比较适当的PKPT 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两个Study 是用一样的Protocol 只是做用在不同地方 会有这样的差别 其实 可能马来西亚的细菌 就是SUDO跟AB比较多吧 所以在Bring Study里面 其实有70%的病人 是可以看到Pasogen的 那其中这70%里面 有80%都是GNB 那50%是SUDO 那跟AB菌 所以就是相对来讲 就是MIC比较高的细菌 所以 在这种MIC比较高的细菌 你给它Continuous Emission 或Extended Emission的话 其实可以改善它PKPT Target 就有可能可以改善它的疗效 这样 那 另一个就是2018年的时候 就是做了另一个Study 它其实就是要去验证说 这样子我们optimize PKPT的Target的时候 其实对immunicompromised的病人 是非常重要这样子 那这个Study 其实是做在Fibrone Neutropenia病人 那它去比较延长输出 4小时的Malpin 跟Boss Infusion的Bell-Electum去相比的话 Outcome怎么样 那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Overall Response来讲 看起来Extended Emission都是比较好的 那甚至说 像一些比较深层的感染 像Neumonia等等的 也都是会有比较好的Outcome这样子 那最近的话是最有名的 当然就是Mercy Trial 就是这个是Drama刚发的 那它一样在探讨的问题 也是一模一样 就是在重症病人有Sepsis 到底给Continuous Infusion 跟Intermittent的Malpinam的话 有没有差别这样 那如果单看Study的结果 大家就会觉得有点沮丧 那Oh Continuous Infusion 好像是很Fancy很好的 但是在这Study 就会看不出它的Outcome的差别 那就像我讲的 如果你看不出Outcome的差别 其实常常遇到的就是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Mercy Trial 它其实在 两组在分配的时候 其实已经过了9天 那有时候ICU病人 你过了9天的处理之后 有时候这个康恩素 其实已经是不能讲到后面的Outcome 再就是有将近30%是 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细菌 这样子 那甚至来讲 就是有30%的 你就算给了康恩素 但是它其实对Continuous Infusion 本来就是Resistant这样子 而且在CIF的Continuous Infusion 那一组 其实有比较高的比例是菌血症 那菌血症的死亡率 当然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而这Study也把 也没有Compromise的病人也排掉 也没有 然后它的Study 也没有去收入实际的PKPT Target的Data这样子 那如果你去看次族群的话 如果你只focus在比较MDR的细菌的话 可以看到有个趋势 就是Continuous Infusion 跟Intermediate Infusion 相比起来 还是有一个偏向比较好的趋势 这样子 所以其实现在的Evidence 看起来就是这样 就是Continuous Infusion 或是Intermediate Infusion 到底在什么时候是有帮忙的 这样 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在 Pasogen MIC是高的时候 那通常我都是这样看 就是这个是SUDO的MIC Breed Point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MIC 是在这个Bread Point的一半的时候 也就是说像Pibrasilin 如果它MIC是8以上 Septidin是4以上的时候 其实你给它用 Extape Infusion或Continuous Infusion 可能就会有好处 或者是说 在immunic compromise的病人使用的话 其实会有好处的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你细菌就是MIC很低 就是根本就是很干净的病人 就是或是一般病房的病人 那它可能MIC就相对是比较低 那使用Extape Infusion或Continuous Infusion 对它们的效益 可能相对就相对就是比较少一点 这样子 好 那抗热PAPT大概讲到这边 那下一个主题是ARC这样子 那什么是Augmented Renal Clearance Augmented Renal Clearance 顾名是就是你肾脏的排除率增加了嘛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那有可能是内生性的话来讲 就是病人可能有个发炎的 射死的问题这样 可能是你脑部受损啊 有Trauma等等的 或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Sepsis等等 那这时候呢 这些射死的反应呢 就会让你身体的Catacolamide 那些分泌出来 然后你身体就处在一个Hyperdynamic的状况 那Hyperdynamic的状况之下 你的心速出量就会增加 那心速出量增加之后 肾脏的Bruff flow也会增加 或是有些时候 你给了很多Free的 或是Vasopressor 都会导致你的血压增加 肾脏冠有量增加 那你肾脏冠有量增加的时候 你缺乏就会增加 那如果你的药物 刚好有是从肾脏排除的话 那你有可能你的药物 从肾脏排除的比例 就会增加嘛 所以ARC在磷酸上的操作定义是 Catacolamide 如果大130毫升本命本 1.73m²的时候 你可以视为这个病人 发生ARC的现象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 病人有可能 你给一般常见的剂量的时候 他有可能会Underdose 因为他从肾脏排除的比例 是增加的 那ARC在Critical Care的Prevalence 不同study 其实中在不同族群的病人 其实看起来会有点差异 但是有1分之1到2分之2的病人 其实是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哪些是ARC的risk factor 有什么样的特色 你要怀疑病人 很高度有可能是ARC 第一个年轻的病人 越年轻的病人preserve越多 当然他症状功能preserve越多 当然他发生ARC的几率就越高 他比较不会走像是 renal failure那个状况 再来就是一些 trauma 烧伤或是SAH 所以在神外的病人 其实非常容易看到这样的病人 或是血液种的病人 甚至Neutropinia的病人这样 最后就是疾病严重度不能太高 有时候像sofar score 小于6分是比较容易发生 这样因为你疾病严重度太高 可能会走向就会是比较偏向 是hypotension啊 shock那就是AKI等等的状况这样 那一般ARC发生的duration ARC也不会一直发生 因为就像我讲的 它其实跟stress是有关系 所以当你在ICU治疗一阵子之后 你的stress下降之后 ARC其实慢慢就会截除掉这样 所以有时候一开始 因为病人有ARC 我们给一个比较高的剂样 结果发现怎么一个礼拜之后 病人的浓度 如果可以称浓度 他会觉得怎么浓度就爆掉这样 有可能是因为ARC就解除了这样 所以一般的话ARC 大概是可以维持在5到7天左右 但是有些case 它当然也可以到一个月左右这样子 那ARC的effet 当然就是我前面讲了 它会对你刚刚说的浓度会受影响 尤其是看TDI-MIC跟AFC-MIC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还是回到前面讲 如果你现在只追求的是50%的TDI-MIC 只是及格的分数的话 其实有ARC跟没有ARC影响就不是太大 但是就像我说刚刚前面提到 在ICU的病人我们希望可以达到比较好的 比较高的PKB Target 所以像这100%TDI-MIC 甚至100%的4倍MIC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看到ARC就显著让你TARC的没有办法达标的比例 显著的增加这样子 那这样的ARC的Effect会造成什么影响 当然就是可能对Keynq outcome会有影响 所以这之前做在一个ICU的study 那他就是看说他们就是一个pre-posed study 就是他们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 给抗生素的剂量就全部都增加 如果有ARC的病人他们就会增加 像他们的Septra种就是一律就是两光Q12 Septra就两光Q6 然后Tazocin的话就是4光加20光的continuous infusion Malpin就是两光Q8 infusion 4个小时这样子 那可以看到在有ARC 在这样他们Poto改变之后 在有ARC的病人增加剂量组别的病人 其实他VAP Relax 或是整个治疗失败的比例是显著的下降 所以ARC其实是一个大家可能有时候 比较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但是他可能还是会影响到病人outcome 所以如果变有ARC的话 其实应该要注意 是不是应该要让他的剂量要增加 或是说要给 如果是BetaLaytenate的话 应该给Extra infusion 或continuous infusion的给法这样 你要怎么评估病人有ARC 这样 这是之前有一个study 他只要是在看说 在各种评估剩功能方法 像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人 就是用一个Createning 然后就用Cockover的公式 或是MDRD或是CKD EPI的公式 这样子 当然临床上最gold standard就是流尿 所以最gold standard是流24小时尿 但是24小时尿的问题就是不及时 你今天流完之后要后天才能得到Data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说我不要留24小时 我留2小时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都和做实验最gold standard 就是橘糖的Createning相比 可以看到这些公式法跟在ICU病人里面去评估 他们的肾功能来讲 其实相关性是略差一点 所以还是以流尿的方式最好 以2小时流尿的状况来看起来的话 以这个Data看起来2小时流尿或许是可以 但是这个study其实是只作用在主要是作用在外科病人为主这样的 所以是内科病人其实还不是太明确这样 目前有一些ARC的predictor 因为就是如果你要叫流尿的话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麻烦 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score可以去帮助你去看看说 你病人是不是真的有ARC 然后你再去针对筛选出这些病人之后 你再针对这些病人去流尿这样 所以像在saptic跟trauma的病人有个叫ARC score 就是说像他年纪如果小于50就可以给6分 如果是trauma的病人可以给3分 受到时候如果小于等于4的话你可以给1分 如果他加动起来的score大于等于7分的话 他其实有80分的机会是有ARC 这时候你或许就可以考虑 是不是可以留一个2小时或8小时的尿 其实一般目前的建议可能是8小时的尿 还是会比较准确这样子 那去看看他的scr是不是真的大130 然后再看你将要不要调整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Active score这样子 不过这是专门for trauma的病人这样子 那主要也是看 Best-Sign-Sync 确定是比较低啊 或是男性啊 或是一样也是年纪比较轻这样子 那大概等于6分是high risk to haveARC这样子 然后现在有一个online的ARC的predictor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进入这个网站去 那基本上你就是要去输入嘛 就是输入性别年龄 那还有他之前的history像是是不是有trauma或是cardio surgery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就ARC其实比较容易发生的 就是在外科病人其实发生率是比较高的这样子 那你去输入这些之后 他其实就会告诉你说你的病人ARC的比例是多少 那这时候如果比例是高的话 其实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应该流尿去精确的估算他的CCR 然后再去做一些剂量调整等等的这样子 那其实前面提到嘛 就是这个是在ICU的病人 那其实我以前在review的时候都会觉得ARC到底在MICU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其实后来就是在我们的MICU收入一些病人这样的 那其实在我们的MICU看起来也只有30到40%的病人有ARC 那用这些公式法的话可以看到 不管你用卡库夫、MDRD跟CKDAPI 其实都还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screening tool 也就是说我如果用卡库夫的公式去算出CCR大概是130的话 哇其实这个病人应该有很高的机会会有ARC这样 那所以这时候就可以考虑对这些病人去流尿 然后再去看他是不是真的有ARC这样 那流尿的话基本上就会建议是用8小时的尿液去流8小时的尿 这样其实最快的话当天其实就可以得到data这样 对好那这边给大家一个实际的ARC的例子这样 这是一个二岁一岁的男性嘛 就171公分是6.6公分相对是蛮瘦的 那CCR是0.4这样 那它的CCR大概是218 它之前的HIT就是一个diffuse large B-celling phase 所以它是一个血液肿瘤病人 所以它是一个ARC的high risk这样 那这次进来就是呼吸衰竭 然后让免责的 Soar score是3 所以相对严重度不是那么高 那一开始给的是四光Q6的infusion 60分钟for pneumonia management 那这个病人呢其实它24小时的尿 其实如果你用它的CCR去算 其实它就套130嘛 就是我前面提到 所以它其实是ARC high risk 那你实际去流它的尿 其实它的确也是一个ARC这样 那这个病人我们有实际去测一个浓度嘛 因为那是做study这样子 那如果只看一样的一样 如果只看50%的T代MIC 其实是有达标的 但是如果要看100%的T代MIC 那这个MIC是抓16的话 就是short moss card point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达标的 那这时候如果你给它用extend infusion4个小时 甚至continuous infusion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达到100%T代MIC 就是没有问题 所以在ARC的病人 其实可以考虑BeaLate 10的话 如果不想要增加剂量的话 其实是可以考虑 就是至少给它extend infusion 或continuous infusion 那后面这边是帮大家整理 Lasicon其实Driving for Man 他们现在因为ARC这个issue 其实越来越越被明白 被了解了 所以大家其实现在一开始 你去看Lasicon的Driving for Man 就会有一个怕的是在讲 如果你的病人有ARC的话 他建议的剂量是怎么样 原则上来讲就是会比 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的话 就会是抓最大剂量这样 那有一些有特别的话 他就会是像Pyrexing Tazor Bay 10 他可能就会是 如果什么CCR大于170的话 就会是一个你可能没看过的机样 就是一天要222.5光这样子 我们平常最常见可能是20.5光 类似像这个样子 对 如果可以extend infusion的话 就尽量extend infusion 像Savitazin AB-Betton这样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做参考这样子 好 那再来下一个issue就是AKI 它就变得很容易会遇到AKI 那当然AKI的抗生素的机样调整 就是会遇到两个嘛 一个是不调整 一个是调整 那不调整的issue 是不调整的理论是什么 不调整就是 第一个是你在AKI的时候 会有个代仗的现象 代仗的现象就是 你的非剩的clearance可能会增加 取来讲像有些药 它可能20%是从肝脏排出的 那在AKI的时候 可能那个20%就变成30%到40%这样 那但是这个代仗的clearance 其实会随着AKI 持续发生的时候 时间变长的时候 它其实也会 就消失掉这样 那再来就是说 这些病人可能就是 因为肾脏坏掉之后 它的水分就蓄积在体内 它VD就会增加 那体内的这些非物 没有办法排出去 就会跟 就会跟那个 就是 就是药物去竞争那个bite inside 这样子 所以 所以如果我们 我们现在一般对于AKI的病人 怎么调整这样 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我们常用的就是从CKD的剂量调整 然后去延伸到AKI这样 但是基于以上的理由 如果你用CKD的DOS 使用的AKI病人 有可能你会导致病人是 subtherapeutic contentation 那当然有另一块就是说 AKI病人因为肾肛功能不好 所以这个issue当然就是 因为它肾肛功能不好 Renocarrant是下降的 所以如果不调整的话 浓度可能会太高 所以这个concent 当然就是以tasticity为concent 所以到底strategy 应该是unadjusted还是lowered dose 就是要走向哪个方向这样子 那举几个issue给大家认识一下 就是说 如果一个 为什么sepsis optimal的content数给予很重要 就是因为如果你 接受适当的content数的时间越长 就是像你在48小时之后 才接受到适当的content数的时候 这个适当除了是有效之外 还有就是那个肌量要足够 那有 那基本上 它的使用率就显著的增加嘛 就是这样子 那另一个issue 就是说AKI的病人 其实有60%的话 其实在48小时之内 其实是会恢复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现在看到病人AKI 它可能是pre-renal的AKI 所以你给它灌一点水啊等等的 它其实AKI就会缓解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过去的一些回作性的study 看起来是长得像这样 就是说在 这些study就是在看说 在renal impairment的病人 在ICU的病人 那有调整抗认素的剂量 跟没胎兰抗认素的剂量 对于它的outcome看起来是怎么样 那这个study 当然它是回作性study 正距离力不强 但是它看到的方向是这样 就是有调整剂量 在AKI的病人有调整剂量 哎 爽力看起来好像是比较高的这样子 那另一个就是说 最近就是那在一些MDRO的细菌 像是Copinem的CRKP等等的 那有一个study是在看 Safetatin ABVectin的使用 那它也看到的是说 在这些 如果是在一些比较深层的感染 像下呼吸道的感染啊 或是IAI等等的 你去根据生功能调整剂量的时候 其实你的病人可爽力也是比较高的这样子 所以在high amic的细菌的时候 因为你调整剂量 有可能让病人Underdose的时候 你可能PKP target没有达到的时候 反而病人outcome不会是好这样 那tacioti的话 有时候就是我们适度的 赶快把它调整回来 其实大部分tacioti 是比较可以reversible的 所以其实现在的建议会是这样 第一个事情就是在AKI的病人 你要先考虑一下 你看到最PKP第一 再就是一定要给loading dose 那如果对一些hydrophilic的抗生素 像amylglycer gagopel pensilin 等等的 你除了给loading dose之外 你的loading dose 可能还要给的更多 因为他们的VD可能会增加 就像我前面提到 AKI可能 Bundish Viren会增加 那在这些水溶性的药物的话 你的loading dose 可能要增加 它的浓度才不会太低 这样子 那 可能可以考虑的事情是在 为什么会一直跑掉 sorry 我回不去前面 sorry 我回不去前面 我可以停止公用再重新公用一下 我觉得实在有点问题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大家有看到吗 有看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好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在头四八小的时候啊 可以考虑是用那种 那当然如果你AKI 就是前面提到 因为可能四八小时的时候 你的AKI其实就是 会缓解掉这样 那再来就是 你可以考虑就是 如果你AKI持续 就是四八小之后 你变成 Kinney一直在走差 或是他临床状况 都没有变好 shock progress 你预测他AKI 会越来越差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考虑就是 適度的把它尽量调低 那最后当然 其实这个就是 benefit跟risk的考虑 大致上的逻辑会是这样 那AKI病人到最后 其实不免 他可能就要接受CKRT嘛 所以再来就是 如果病人同时 又接受CKRT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处理这样 那如果大家 对这个ET issue 有兴趣的话 其实ICM在2022年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study 有一个review article 其实他主要就是在讲说 在病人使用CRT跟ECMO的时候 抗认素的dosing 他们的建议会是怎么样 就是一些要考量的因素这样子 那 然后还就是说 最后他提到TDM 跟dosing software 所以我这边帮大家 整理一下相关的内容 这个其实对钥匙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忙 这样子 那到底在CKRT的时候 哪些因素 会影响抗讯素的PK呢 其实就分三个factor 一个是病人本身的 再来就是药品本身 跟RT本身的factor 这样子 那病人本身的话就是 重症的状况嘛 就是前面提到 可能会接受到很多的free resuscitation 所以VT就会增加 再来就是 你会接受到不同的RT的setting 这样子 那另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 病人到底自己 有没有残余的肾功能 这样子 那举例来讲就是说 如果病人就都没尿了嘛 那我们就会觉得 他没有残余肾功能 那再来就是如果病人有尿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 那个尿量如果一天大于500cc per day的时候 这时候会觉得 他有residual renal function 那他的排除可能会比 没有尿病人来的更多 那这时候你可能要考虑 虽然他在接受CKRT 但是你的剂量可能要再更多一点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如果病人 也处在hyperopenemia的状况之下 那尤里泰的药物的浓度会增加 那尤里泰的药物的浓度 增加的时候 其实清除率也会上升 那这时候浓度可能 就会比较低一点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边就是一些 hypotene binding药物的 的一些 的一些例子这样子 所以这些hypotene binding药物 如果遇到病人有hypotenemia的话 其实就会 可能就会有一些 浓度的医学要考量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 给大家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病人有residual的 就是余尿的时候 对于PK影响会是怎么样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 如果你只看40%替代MIC 就是及格的话 其实有没有余尿跟你怎么给 其实你 或是细菌的MIC的多寡 都可以达到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是preserve the diversity 也就是说你的每天的UO 有大于500cc的时候 也就是 那也就是说他可能 肾脏的排除是 还是 除了CKRT在移除之外 那自己的肾脏也在医除 移除 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想要达到 100%替代MIC的时候 如果没有给 stain fusion 你只给传统的BORUS的给法 其实 MIC是2L跟MIC4的状况之下 你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PKPT target 这样子 那甚至呢 你可能如果 你的MIC是比较高的话呢 你可能要 让他到Q6 然后要infusion 三个小时才比较容易达到 所以 第一件事情说 如果你变得在洗CKRT 如果他的 要先看一下他有没有余尿 如果一天余尿 还是有超过500cc以上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给一个比较大的DOS 甚至 你要考虑给他 如果是被他610腰物的话 这种应该用 stain fusion或continus fusion 就是会有一些好处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药物本身的factor的话 其实就是看 药物是水溶性或是 脂溶性这样 水溶性的药物 其实比较容易被RT移除 所以就是 如果你的药物是水溶性的话 尤其是从肾脏排除的话 基本上 RT对它影响是蛮大的 那Lepophilic的药物的话 其实大部分可能 比较走的是肝脏排除 所以RT的移除可能比较小 但是它有可能会 吸附在 人工肾脏的膜上面 但是这个就是 只能知道有这件事情 但是到底影响多少 其实目前没有太多的data 可以参考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 药物的分子量 通常药物的分子量 越低的话 才会被RT移除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high protein的药物 就是不是 是高分子量的药物 像protein drug 如果你的分子量 是在5万dotton以上 像albumin 或是像什么 一些map类的药物 其实你根本不用考虑 它会被CKRT移除 它根本不会被移除掉 当然现在的CKRT的 就是 膜就是比较进步 所以可以移除的比例都越来越高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如果你的protein binding 越低的时候 其实是越容易被CKRT移除 反过来讲 你protein binding很高 可能90%的protein binding的时候 其实这种药物特性 是比较不容易被CKRT移除掉 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带电荷的部分 就是因为 albumin是 带那个 albumin主要是因离子 所以如果你的content素是 是 是比较 附电荷比较高的 那它跟albumin binding 就会比较少 free form就会比较高 一点的时候 你collimates也会增加 这样子 好 那大概这样子是这样 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看病 看那个药物本身的PKPD的target 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RT本身的factor 这样子 第一个事情就是 呃 你是用怎么样的洗腎方式 是用dialysis 还是用convention 这样子 那dialysis跟convention的差别是什么 dialysis 大家知道就是透析的话 其实它是用浓度差 就是用diffusion 顾虑的方式 就是 呃 飞物会从浓度高的地方 到浓度低的地方 这样子 然后再把水分带过来 这样子 那convention跟ultra filtration的话 是你在这边弄一个 就是加一个压力 然后你把水分带过来之后 顺便把 呃 药物跟飞物带过来这样子 那通常的话convention的话 其实对于比较 跟怎样比较大的药物的移除是 会比较有 就是轻逐率是比较好的 那dialysis的话 一般是对比较小分子的药物 可能小11000的doughton 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对 那一般的话会觉得说 如果你是 结合就是convention跟diffusion 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 CVVHDF等等的 可能会比 呃单纯是CVHD 或是CVVH移除而来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重点 还是要看的是你的 reference rate 我觉得mode倒不是最重要的 举个例子来讲 也就是有两个study 在看这件事情 一个是 做在siprofosacin 跟另外一个是做在 nilazoli的study 他要去比较说 诶 一组是接受CVH 就是hemofiltration 那另外一组是dial filtration 就是 一半是用dialysis 那一半是用 hemofiltration这样 那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加起来的 的ultrafiltration rate 就是eference rate 其实是一样 都是30 只是CVHDF这一组 有一半是用dialysis的方式 一半是用convention的方式 那可以看到他们的coherence 其实两组看起来是没有显著的差异的 就是 不会差非常多 浓度看起来也都是蛮重叠的这样 所以我其实觉得 比较重要还是你的eference rate 到底是多少 mode我觉得导致其次这样 只是说 过去会有这种想 会觉得说 诶好像dial filtration 好像可以移除比较多 不过实际上 并没有太多data 在support这件事情 这样子 对 那RTF factor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 其实是看efr 就是eference rate 如果eference rate越高的时候 其实可以认识会越高这样 所以eference flow rate 其实是 大家可以去注意 这个变到底洗多少量 其实每一个变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你其实可以根据这个去决定 你的dose到底要高 低 或是更高之类的这样 那eference rate 其实就是看你是洗 如果你是洗heemofiltration的话 那就是outrofiltration rate 那如果你是洗dialysis的话 就是dialysis rate 如果你是dialfiltration的话 就是两个要把它加起来这样子 那要注意一下 你参考的文献的剂量 跟你实际病人的efr 到底是多少 那一般来讲 像这些 meropinia piprocelin 等等 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药物的清除率 其实都跟eference rate 会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eference rate越高的时候 你的清除率是越高 所以假设 你参考的文献 eference rate 是1-2L 但是你的病人接受eference rate 其实是4L等等 那你 除了 你搞不好要比文献建议的最佳剂量 还要再更高一点 所以这个是 很常遇到的问题这样 因为过去的文献 其实很常都是非常久以前的study 所以要很注意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membrance service area 就是如果你的人工肾脏的磨面积越高的话 你的清除率当然也会越高 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在参考的文献 可能还是2000年跟2005年的这样 类似像这样 那那个时候的service area 可能就只有0.6到0.9的米平方 可是现在大部分的CKRT的membrance 可能都是1.0米平方以上 甚至有1.5米平方 甚至更高这样 所以你的service area 其实都跟以前的文献已经差异非常多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study 在探讨这件事情 他在西班牙的两个center 然后在做这件事 他们的一个center 是用0.9米平方的人工肾脏 另一个center 是用1.5米平方的人工肾脏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想要达到比较好的PKPT target 100%提到MIC 那在MIC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membrane比较高的 就是service area 比较大的这个AK 其实你就需要给比较大的剂量 也就是说以现在来讲 我们的membrane 其实大部分都是1.5米平方 其实你至少你都应该用 建议计量比较高的那个计量这样子 好 那最后当然就是 还有你membrane的材质跟种类 那基本上有提到一些像什么Polyacrine 我觉得这个就看各家医院自己的membrane是长这样 但是我其实不会去在意这个 因为这个收选 其实到底它占的比例有多高 其实也没有很好的data 就是可能有这件事情 但是实际上影响怎么样也不太知道 那当然就是你的Hemophil的livespan 就是你的CKRD越洗嘛 它可能那一根人工肾脏的效率就会越来越差 所以洗了72小时跟洗24小时的效率可能也会有点差异 这样 那最后当然就是你的 甚至有时候常洗CKRD 有时候那个CKRD就会clut掉 那clut掉就没洗了嘛 那你可能也会下降这样 这样 但是我觉得能够操作的能够去看的 其实最重要还是Hemophil的这件事情 好 那 大概就是 那 反正要怎么去处理病人用CKRD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家就会去查文献嘛 但是反过来讲有些都查不到文献嘛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一些基本的特色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前面提到 如果你的分子量是很大的 大于5万个Doughton的时候 其实 像以名叫Galobillin啊 Botein drug等等的 这个其实是不会被移除的 就不用担心这样 那大概就是如果你VD很大 可能是大于一个liter per kilo 这个其实你去查microbrane都查得到 那 分不提比较大的时候 表示的事情是你的药物 比较不会在血管里面嘛 那比较不会 比较没有在血管里面 就比较不容易被 这些透析机器所移除这样子 所以像VDF可能是比较类似像这样子 那有些比较hyprotein binding 跟Reno-Karence 比较低的药物 其实也比较不容易被移除的 那当然如果大家去看文献 或看到很多类似的公式 他会跟你讲 你如果在CKRD的病人 你可以算一个DOS 那你就是要有一些浓度 bluffle rate filtration rate 反正就是这些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我提这个例子 就要跟你讲 这个非常难用 因为很难用 所以要写两次这样子 那甚至呢 之前有人尝试用这些公式去计算说 不同一套 可以看到 根据不同公式 他算起来的variation很大 所以 这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差异这么大 也就是说 这就不是一个真理这样子 就是你用这种不同的formula 就是 就是编译实在是太大的这样 而且你很多data 都不是你临床 唾手可得的data 你搞不好都要查 非常多的文献 你搞不好查的文献 是20年前的 那跟你现在其实又不一样 所以你到底在太空 这个公式 有没有意义 其实不知道 但还是会遇到个问题 就是那我就查不到资料 我就查不到 但是病人还是在用这个药 那到底我们怎么调整 所以举个例子 最行见的可能就是鼻肝药 因为鼻肝药就是 可能病人没有那么长 进入critical的状况这样 那intic cover的话 假设你现在遇到的状况 是一个病人 用intic cover 那现在再起CVH Altrapil Trident Racer 是两个liter per hour 你怎么给它dosing 那你去查 你查不到资料吗 那这时候我们常会 因为我讲 就是EFR 其实跟 跟你的renal currency 可以成像一个 有点像正比的关系 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部分 就会把它 两liter per hour 大概就相对于是 33毫升 per min 那我们再去查一下说 像intic cover 可能在不同的CCR 它的计量的建议 大概是怎么样 所以因为它是33 所以可能就会建议 那至少是QOD 这样 而且你还要考虑别的issue 就像intic cover 它没有增计 那你病人在起CKRD 可能是一个shock的状况 吸收搞不好也不会太好 所以你其实给QOD 或许你也可以不用太担心这样子 好反正 如果你真的没有data 那这是提供一个做法 可以比较 零种上比较容易去操作执行的 好 那最后就是 如果大家想要一个比较完整的 就是各种康人数 在不同的 Ultra Ferture Rate Effern Rate之下 那大概它的计量建议是 怎么样的话 这边就是 这个前面提到那个study 里面也有这样的表格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把这张study print screen 下来扫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得到那篇 那篇paper这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有个issue 可能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 在里面的话呢 它其实是 建议计量 它是看它的 Ultra Feltration Rate 的毫升 per kilo per hour 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是25以下 它会建议一个比较小的计量 以设备品来讲 可能是1.5光Q8 那如果是35以上 可能是1.75光Q8 这样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40公斤的人 因为40公斤嘛 它体重比较轻 可能它起的rate 稍微高一点 起35毫升 跟一个60公斤的人 那它可能起的 Ultra Feltration Rate 相对比较低碎 你一处置23毫升 per kilo per hour 那surveill病 dose for 这两个病人 你会怎么建议 如果你看这样的给法 你就会在40公斤的病人 你就会给一个比较大的计量 60公斤的病人 你会给一个比较小的计量 可是它们两个的 Ultra Feltration Rate 如果你把体重乘上去 其实都是1200 1200 1300左右 理论上它们移除的量 应该差不了多少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应该concede 是total efferent volume 而不是完全只去看体重校正的rate 这样子 就是像你100公斤 如果你是20CC per kilo per hour 你其实整个 efferent 移除掉的也是两个liter 这样 那理论上你的药物被移除 也是那么多 对啊 这是之前我们自己做study的data 看起来就是如果 efferent rate是用毫升 per kilo per hour 其实跟浓度的这个 相关性其实就 看不太出来 因为理论上 你要trafel gain rate 越高的时候 其实应该浓度就越低 所以如果我们是看total的amount的时候 看起来相关性会好一点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还是要看total amount 这样子 那除了刚刚那个study有整理之外 其实你 你其实可以就是 就是 查lesicon的drapping information 这样子 那里面其实现在都写的蛮清楚的 那 它里面都会提到嘛 就是我前面讲了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efferent flow的rate 你的filter的type 还有就是你的reend replacement的方式 当然我自己觉得mode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efferent flow rate 是比较重要的 对 目前的建议大概都是 目前的都是high frost dialyzer 那efferent rate的大概就是 20到25毫升 per kilo per hour 但我会觉得还是要看一个绝对的数值 这样子 反正就是如果你去查lesicon 其实就可以查这些资讯 其实就是要考虑这些事情 这样子 那这个是CID 2021年就是smart study 他其实就是在判所 就是说在这些CRT的病人 根据不同医院的不同的center 然后他们去给各个医院的protocol 去给剂量 然后去看这个剂量有落在range里面 或是浓度太低或是浓度太高 那其实可以看到 以mere pen来讲有26% 仅有26% 以mere pen来讲有26% 塔头信来讲有36% 可能是没有办法 meet optimal的septive range的 也就是说大概有2成到4成左右的 你在CID 的病人给 这两个抗氧素的浓度的时候 给抗氧素的剂量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达到适当的PKB target 这样子 那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分析 看起来是这样 如果你的浓度很低的话 其实alcon是很差的 就是相对alcon是比较差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还是要避免 在CID 的病人underdose这件事情 当然如果你大于8的时候 看起来alcon也是比较差 不过大于8也有可能解释 就是说可能病人的病况 本来就比较差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讲那么多 其实在critical care 病人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尽量不要 在这么critical的状况 是尽量不要underdose 宁可overdose一下下 那如果他真的有survival或怎么样 再去调整剂量 然后让那个tacility 缓解就好了这样子 好 那这是一个CRD的case 就是一个45岁的男性 那180公分五四公斤 那他过去有DM HBLNC是10% 那有个COPD group D这样 那这是进家务病房 就是发烧喘 那有痰 那Tachycardia general malaise 那可以看到他其实血量很低 有个shock的状况 那他有一个 呼吸酸加代谢酸的状况 那帖子也是12 然后 spirical care是shouldermose 所以如果你现在医院的考久出来 如果MIC 请一定要去看一下MIC 因为MIC对你来讲 其实就不一样 就像考试难易度的感觉这样 所以他的pipersing是16 servipin是2 servipin是8 MMIC是2 那2、8、16 其实就是这几个 concent数的COPD point 所以告诉你 其实如果你要给这个病的concent数 第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给比较大的剂量 然后甚至你要考虑 extinct infusion 或者是continct infusion 再来就是 它UO有700CC 就是它有残余的尿量 所以它排除也会比较多 那这时候医生如果是开pipersing tile button 那它的setting长得像这样 bluff的就是 如果它的CRT是prisma flex的话 其实就是界面应该都是这样 bluff的就是bluff flow 就是从病人身上的拉出都要写出来 那这个是CVVHDF 所以它有dialysis 是1000CC per hour 那它prebluff pump是500 replacement是500 所以它这个就是前 前膝后膝的概念 所以它整个 altrification rate的加起来 就会是2000左右这样子 那这个AK material 其实是1.5米平方 所以它的 the surface area是比较大的 那它的altrification rate 是将近2000 那你可以去除它的体重 你可以算出 你如果要用毫升 per kilo per hour 也可以看的 但是我觉得2000对我来讲 就会是给一个 比较大的剂量这样 所以这个病人来讲 其实你 应该要考虑就是 第一个是在MC是很高的 再来就是它的移除是 相对来讲应该是 比过去文件来讲 会是差不多 甚至更多的 所以你Fusion至少要3个小时 然后要给一个 比较大的剂量的建议这样子 可能是3光Q6 或是4.5光Q8等等的这样 好 那再来就是 花一点点时间讲ECMO ECMO其实大家如果对这个 ECMO就是 CKRT是支持你的肾 那ECMO就支持你的肺跟心 所以就看你是心坏掉 还是肺坏掉 那就是VV跟VAECMO 但是它不管怎样 它就是 会从病人的静脉把血拉出来 经过一个Bla Pump Bla Pump之外之后 它就进入氧合器 那这个氧合器就是交换气体用的 然后再进 就回到病人的 可能是如果是VVAECMO 就回到静脉 那如果是VVAECMO 就回到大动脉那边去这样子 然后去支持它全身的循环这样子 所以ECMO 其实如果有看过的话 它就是会有个很长的Circuit 这样子 然后有这些东西 那 那ECMO的话 其实 我觉得要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 有时候ECMO Study 一样的道理 就是它的Study可能是 比较旧的 所以如果你在看一些比较旧的话 它ECMO的 Device 跟现在其实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参考上来讲 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这样子 就要举个例来讲 就以前有这种Silicon的Rubber的Membrane Ocigenator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东西了 那甚至 以前有那种Roller Head Pump 就是 转的 那个我还有看过 就很大声这样子 然后以前我在 搜一个某Study的时候 就有时候 搜到一群人是Roller Pump 一群人是Centrifugal Pump 那它们两个PK 其实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你在参考文献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你参考我Study大概是怎样 但是如果不是比较近代的 可能是2010年以后的 应该都 不太会有Roller Pump这种东西 所以Material其实 不管是ECMO跟XIA体系都一样 你要注意它那个年代 那到底ECMO对于PK的影响是怎么样 第一个最重要是Sequestration 就是粘附在管路上面 因为ECMO有很长的管壁 那药物的特性 如果是氢子性越高的 或是Potein Bining越高的 可能大于80% 是越容易会被吸附在管路上 那怎么看药物的氢子性 我们就是看Log B 就是看它的 在心丸的浓度除以水的浓度的Log 那Log P如果是正的 就是Lipophilic 就是比较清脂性的药物 是比较容易被吸附在ECMO的管壁上 那再来就是因为 这一个比较长的管路嘛 所以 一般在开始ECMO的时候 会有一个Priming volume这样子 但是Priming volume这个issue 其实在小孩是比较重要 在成人我觉得相对是不重要 因为成人的Priming volume 可能是两个Litre左右 那小孩子的Priming volume 可能是500cc左右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对一个400 4公斤的新生额给它500cc 这500cc 相对它整个的体积来讲 整个的free volume来讲 可能就是占十几 20%的增加 可是两个Litre 对于一个成人 70公斤的成人来讲 其实只增加搞不好1-2% 甚至就很少很少这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Hemo Dilution Priming volume effect在成人来讲 相对是不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 那再来就是 这个不是ECMO本身的issue 当然就是你在使用ECMO的Beam 它的Reno跟Lever Buffer 会改变嘛 那它的Ogon Position 会改变的时候 其实它Currency也会改变这样 所以角力来讲 像Fentanio跟Morphin Fentanio LogP是4嘛 3.9 Morphin是0.8 所以相对来讲 Morphin是比较轻水性的 Portimiding是比较小 Fentanio是比较轻直性 Portimiding比较高 所以你可以去预测 哪一个是比较容易吸附在ECMO管路上 其实Fentanio其实很容易 会被吸附在ECMO管路上 Morphin相对是比较不会这样 所以有时候你在用这些 Sedative Agents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病人都没什么用 都打不倒等等的 是因为大部分的Sedative Agents 很多都是轻直性很高的 所以你应该要看的是 你的Canigo Response 看有没有达到 因为如果没有达到 很有可能解释 就是它就是吸附在ECMO管路上 根本没有完全进到病人身体里面去 那这时候当然你可以考虑 是不是用清水性高 但是清水性就很可惜 就只有Morphin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会 因为这样去把它换成Morphin Dosing Guidance的话 有一个Paper的建议是这样 如果你Polyminin大于70% 那LogP也大于2的话 其实是你有很高的机率 可能会Dosing Sequential 那你可能要考虑 是不是要调整剂量这样 但是ECMO issue的 ECMO的这个issue 其实大部分 我们会在意的都是看数 那可以看到 其实我就帮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Polyminin又高 然后LogP也高的 其实就要防菌 那其他的话 就是有一些是Polyminin高 但是LogP没那么高 或是LogP是高的 Polyminin是没那么高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但是以你现有的文献 比较常见的文献 像会有的data 其实都是像这些BetaLay10 Crinolong 跟Mancromycin等等的 其实看起来 就是ECMO对于这些药物的PK 跟没有ECMO的人比起来 没有什么太显著一废 那就像前面讲 因为这些药物 Polyminin都不高 那LogP也不是轻止性 所以它不会sequent frustration 那再来就是Priming Valen 对这些药物 其实来讲应该也不是太大的影响 这样子 所以在ECMO病人 如果你使用这些常用的抗生素的话 其实你就像一般的中生病人 去给就好了 这样子 当然如果你可以做TDM的话 你要尽量选择做TDM的药物 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像前面这一张 这几个特殊的药物 看起来好像有可能会sequentration 然后有可能它的dose 会需要比较高的 目前来讲都是没有适当的data 所以你问我会怎么给 我觉得我还是会照正常 一般病人的给法给了 好 最后做一下CRT跟ECMO的总结 这个其实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其实你就先分轻止性跟轻水性 这样 如果是轻止性的话 其实像Folcranol 奶奶之后 Telcycicin跟MarcoRide 轻止性其实主要的重点就是 它的VD比较大 然后肝脏的carens是比较多的 遇到重症病人的时候 因为它本来的VD就比较大 所以它VD就比较不会改变 它其实比较抗肝功能 会影响到它的carens 所以RT对Lipophilic的腰 其实影响是比较小的 那ECMO对Lipophilic的腰 影响可能会是比较多的这样 那Hydrofilic就会反过来这样 那最极端的issue就是 如果你病人用RT用ECMO 其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 很难预期啦 就是这样子 对啊 像我们之前在看Machromicin 在有用ECMO跟没用ECMO 然后又洗CRT的病人 可以看起来 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洗ECMO的病人 照一般的建议机上去给 那时候还是看 错误浓度10到20 其实百分之百都可以达到 但是你病人有ECMO之后 其实就会有一定比例的病人 是underdose 一定比例是overdose 这样 所以有ECMO使用 又有commonicinRT 其实是很难预期 它PK会怎么改变的 好那最后就是 TDM跟Dosing Software 就是 所以到底我们在 Quickle Ionics的病人 看出PAPD 有什么可能的 解决方式这样 那你不同的 Consideration会有不同的 那这边 什么 Short Dosing Interval 跟Continuous Extending Infusion 这个都是指 看TDiMIC的 但是不管哪一个 你都会看到 他都会提到TDM TDM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药物其实 在重症病人 其实你很难预测 所以你不管怎么给 你其实就是在猜而已 所以你只能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有时候在病人 那很critical的状况 你宁可让它先活下来 毒性可能之后再考栏 你都没有活命的 你考虑毒性 也没有意义 所以其实在ICN2020年 它有个position paper 就是说 他就建议说 其实 比较有证据的 除了Amirocast Mairocast 有我们routine在做 某些centers 有在做 Ticco Parnin Lanazolid 跟Beya Leighton 其实他们都有建议说 有蛮多data 看起来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neither recommend no discourage 它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 只是这些药物 其他药物 比较没有data 不然的话它其实 以这边study来讲 它里面的利润 就是说 如果可以做TDM 你尽量都要做TDM这样 便宜是这样 那这边举个 Beya Leighton TDM的concept 它其实跟我们 传统的TDM的concept 有点不一样 就是 它是以促进Efficacy 为目标 因为就像前面提到 critical yield的必能 有很多的因素 会导致它浓度 低于你的预期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 达到那样的target 这样子 所以做Beya Leighton TDM 其实 因为最原始的目标 一开始的想法 其实是要 enhancing the efficacy 这样子 那 就是做了 这十几年之后 就开始有人要想去测试一下 说OK啊 那到底 在critical yield的病人 我们做TDM 到底对临床 Alcone到底有没有好处吗 所以 2022年ICM有一个很有 就是有一个 第一个RCT出来 就是target trial 它就是要看说 对 用tilesin 然后治疗 ICU治疗 sepsis的病人 那 一组是routine 给它TDM 每天做TDM 然后每天测浓度 然后浓度出来 就调剂量 那另外一组就是 照routine去给 然后根据生工的去调整剂量 然后它要 它的TDM target 就是 5倍MSE 这样子 那他就要去看说 sofar score的primary outcome 就看sofar score的变化 那比较可惜的事情是 第一个是他人不多 再来就是TDM组的 如果他看sofar score的变化 这个outcome的话 是没有达到统计 显著1的 所以这个study 他只能下一个结论 就是TDM 以他设primary outcome来讲 是没有防阻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 28点死亡率 ICLens of state clical cure microbial cure 看起来都有 数值上 好像TDM组 会好一点点这样 所以 如果他的人数再多一点 然后收其他的 outcome来看的话 或许 这个结论会改变这样的 可是呢 另一个你可以注意的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们 左边是control组 就是你给剂量 然后 没有做TDM 就是 他control组 他也是会帮他测浓度 但是他不会提供 那个TDM的浓度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给我们中间病人剂量 然后就是懵着头给 其实你看只有20%的病人 可以在target里面 那有将近60%的病人 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 适当的浓度 有60%病人可能是 overdose 然后有40%病人是underdose 也就是说这variant是很大 那即便你做TDM呢 可能有 也只能让50%病人达标 其实我个人是蛮纳闷 就是怎么会 达标率这么差 都已经有浓度的target这样 所以这个 其实也只是告诉大家说 ICU病人肌量真的非常难调 这样 那如果 去看一些次族群的分析的话 就是 如果我们 根据apache2 score 去做一些校正的话 那在头两天 有做TDM的病人 看起来他 对于sofar score的改变 还是会有选择 所以 未来应该还是会有类似的study 要去证实TDM的好处 但是目前来讲 以这个study来讲 看起来是 没有帮助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有做TDM 就可以看到 其实有将近一半的病人 都需要调整肌量 所以就是说 我们目前在critical care 给的剂量 其实 如果照文献去给 甚至有时候 都还是非常under 这样子 或是over 就是没有办法在一个 合适的range 里面去这样 好 那这个因为他是study 所以其实 他可以做到很完美 就24小时 所以临床上我们要做TDM 其实最大的 最大卡关的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一个欧洲 他做一个问卷调查 就说你们医院到 这在法国 如果你说 你到底有没有做 贝拉尔丁TDM 到你们医院 其实他们很好 法国有75%的人 是可以做贝拉尔丁TDM 但是75%里面 只有将近30%是24小时 就可以得到data 也就是说 如果你TDM的时间回来太久 其实大概帮助也是不大 但是以法国这种做最多的 很多的国家来讲 就已经都是这样了 你就遑论其他国家 像另外一个 这是在澳洲 澳洲的话其实可能就是 就是跟大部分的国家很像 就只有10% 然后20小时内 可能只有22%的病人 22%可以得到TDM 所以这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TDM这个 是一个想法这样 但是临床落地 我觉得其实还非常非常的久 那有些人就提到说 那如果TDM不是那么可行的话 那有没有改善我们 给计量的方式这样子 那有人就是说 那就用MIPD 就是这个叫Model Informed Pregion Dose 也就是说 根据之前的一些PK的 pibration PK 然后你可以丢入一些病人的 跟这个PK有关的一些参数 像是体重啊年龄啊性别 跟性功能等等的 然后如果他之后也有测浓度的话 可以把这个浓度带进来 然后他就可以预测这个病人的PK这样子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 达到更...就是让病人的PK P target 就是得到更好这样子 那目前这样子MIPD的Software 已经有很多 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TDMX我觉得是最容易入手 就是最容易使用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 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干嘛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MIPD看起来 我开始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吸引人 但是大家都知道MIPD 其实还是很常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套用的那个model 其实它的预测讯根本不准 原因就在于那个model的 收的病人 可能跟你的还是差很多 举这病人来讲 这是一个suffer病 做在ECMO的study这样子 那你仔细去看这个study 他只有收6个病人 而且total只有28个血点 那这个病人里面呢 其实症候人都是很好的 都是超过100 然后只有2个是CVHDL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作为你的model 去预测PK 但是你病人生功能 假设你病人是一个CKD的病人 那你觉得用这个model会准确吗 就大概是不会的嘛 所以基本上其实MIPD 目前来讲还是正在发展的阶段 对于重症病人来讲可能是一个解 但是目前还是 还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很成熟这样子 那Dolphin trial是2022年的一个study 他其实就是要看MIPD 到底能不能有benefit这样子 在奥康来讲 那其实看起来就是这样 有用MIPD的 就是用model inform的present dose 去给计量跟standard dosing 你可以看起来 可以看到 他的浓度可以达在 落在target的比例 跟你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脑公式 其实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所以这个只是告诉我们说 到底我们选的model对不对 还有就是套用的病人族群 适不适当其实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MIPD是一个正在发展的 的状况这样子 对 所以原则上目前就是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这样子 所以future的approach 在ICU的病人给计量 我觉得就是可能会变成这样 有些人在探讨说 其实TDR是必须的 所以他们就是在探讨说 有没有可能像我们在抽 测那个血氧浓度一样 以后会有一个就是可能夹手指 或是黏在皮肤上面 就可以知道这个腰目前的浓度 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开始去调整这样 有点像测血糖那种感觉这样 不过我觉得这个非常遥远 但是这是有人提出来的概念是这样 然后再搭配以后的AI 就是能工智慧等等 当你的data很多的时候 再去做一些model的调整 或许未来ICU的病人的计量给予 就是会比较精确这样子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 康恩素的PKPD 我觉得大家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他的PKD是什么 再来就是 你的target goal在哪里 还有CGNMIC 是你必须要考量的 如果你MIC是高的 或是你target goal是比较大的 那你势必就要给一个比较大的剂量 跟比较特殊的给法 那ARC的话 在比较年轻的病人 严重度比较低的病人 那trauma 烧伤 还有脂暖毛下腔出血 跟肿瘤病人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这样子 那如果病有ARC 请记得一定要给higher the dose 或是如果是被Alet 10 Extended Vigion 跟Continuous Refusion 是必须的 AKRD的话 你可能可以考虑 480内的比较小的剂量 那CKRD的话 其实很重要是 你要看它的Efferm Rate 那看病人是不是 还有残余生功能 那残余生功能就是看它的尿量 不要去看Createning 因为Createning 会被CKRD洗掉 那个已经不准确了 你就会看它有没有残余的尿量 最后还注意一下 你的Filter的Service Area 跟Material这样 ECMO的话 就是看它会不会黏附在管路上 那其实就是看LockP 跟Porting Binding 这样子 那我觉得目前 以ECMO Data来讲 看起来就是 你就当没ECMO好了 就是Dosing 就是大概跟 没ECMO病人来讲 是蛮相似的这样 那TDM跟Software 我觉得需要更多的Data 去看它的Clinical Barrier 但是我觉得TDM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应该是 可以发展的方向了 比Software更 更有型这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建制药实践的分享 就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那也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 这些预测工具 就是实际应用到临床上 那我相信就是 应该也是有蛮多人跟我一样 听到心悸手抖非常紧张 觉得笔记超来不及 因为我觉得这感觉是 一堂两个小时的课程 那之后我们的那个影片 都会上到临床药学会的网站 所以如果想要再回头去看的话 之后也可以去 去我们的网站上找一下 好 那如果大家要提问的话 记得可以用问与答的功能 去留下问题 那我会代替大家做个提问 那我先看一下问题 呃 第一个问题是说 重症患者 腎功能 若在CCR介于15到30之间 但是每日尿量都有1500到2000 想请问这样子抗生素的剂量 会建议高一点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但我们比较常遇到的都好像都是这种 比较偏向于他已经是 就是他膝下可能更低一点 就是是在最差的那个范围里面 然后他每日尿量有500到1000这样子 那以前做过的事情就是去 以前我们 会的确会给一个比较高的剂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们有些病人 就会实际去测他的 就是会去流尿啦 就以前的时候会 还是因为就是不知道这群病人 因为你的膝下15到30 你讲的应该是你用一个 他的Syncrating去计算的嘛 那你要知道就是这种病 就是在重症病人 你不管用哪一个公式 其实都是非常不准确的这样子 所以你用你要比较goldstander 去评估他的肾功能来讲 还是以流尿是最最准确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会 对这群病人我们之前 我有几个经验就是 我就是去流他尿的CCR这样 那虽然他的尿就是有一千之类的 那真的去流出他CCR 其实算出来就还是小于10这样 就是说尿量跟他的缺乏 是不是有相关性 其实有时候就不太一定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favor给高一点的剂量 原因在于说 我虽然气压算出来是小于10 但是我没有实际真的去抽过 这些病人的浓度这样子 我们最近有在做这样的 收这样的病人在看 不过病人很少 所以还看不出一个趋势 因为大部分病人的浓度都 都很高这样子 就是都是比较偏高这样子 对 所以但是如果你问我 就是我如果没有实际TDM的data 我没有TDM可以监测的话 如果病人的尿量是 够的是蛮多的 那如果你用的药物是像 Pyroxin Tazzo Bay等 那种相对安全性 蛮高的药物的时候 我其实会favor就是 给一个比较大的剂量这样子 就是至少就是 可能你调整剂量 可能是两光三光Q6 那我就会给三光Q6 大概大概会是这个方式 或是说真的很 很担心毒性的话 那那就是给他X10Fusion 你觉得三光Q 你觉得你实在太担心塔Z这体的 那就像我讲的 那你就给他延长输注嘛 因为延长输注的话 原则上你不会增加剂量 但是你可能还是可以达到 你想要的target 那我那边的话经验就是 的确一开始给剂量 我们都会选择就是 可能最大建议剂量 然后还是会看一下 病人的尿量跟肾功能变化的趋势 就是他或许在往好的方向 或者是往不好的方向 其实那个剂量也是会 会跟着去做调整 像有些人可能CCR 看起来还没那么差 但是他已经就尿不出来了 那可能就会超比较低的剂量 去做一个选择 对这是我前临床上遇到的经验 没有AKR就是算命 我觉得就是这样 你讲你的煤尿 其实他明天cranin就会上升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就可以 选择比较低的剂量 大概是不会有问题 是的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有问到说 呃 ECMO加上就是 呃CKRT的病人 就是 刚刚其实也分享很多 然后也说 其实蛮难预测 但还是想问一下 就是 临床上在台大这边的经验 通常会考虑什么点 去决定抗生素的给予 你说 ECMO加 CKRT 对 就是 就是会 就是考虑CKRT啊 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嘛 就是 如果你单看ECMO的影响 ECMO好像就 影响比较小 就是对大部分腰部来讲 影响比较小 所以 所以如果你 聘能同时CKRT 又ECMO 那 如果他没有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LOGP不高 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 ECMO对他的影响 可能相对比较小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 如果去给剂量 我们就会去 就看CKRT的那些参数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参考那些参数 像 他的Altra Feltration Rate 是多少啊等等的 然后我们会根据那个 去做剂量的 的给予这样子 那ECMO 我们可能就 就不会考虑 但是如果 可能就是 如果你给药物是 那种什么LOGP很高的 可是就像我讲的 那个其实我也没data 我也不是 我只是觉得 只是好像有这个概念说 这个会 好像会被移除比较多 或怎么样 会被黏布在 Tubing上面等等 这样子 对 所以你问我的话 我只能跟你讲 我就是看CKRT而已 ECMO我大概就是 就是 知道有这个东西在那边 但是我 我觉得他不会 影响我 给剂量的 的决定这样子 对啊 嗯 了解 那 下一题是问说 按ECMO建议使用 Fentanio 或改用Morphin 呃 应该还是会先Fentanio啦 我的意思只是说 如果你病人 如果你用Fentanio 你觉得好像用的 比原来剂量更高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要注意 是不是有那个 Sequation的问题 这样子 因为你用Morphin 会有另一个问题嘛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ICO病人会 比较付配Morphin 因为Morphin它的代谢物 会续积啊 嗯 那可能会有一些赛费 因为他在Renal Dysfunction病人 所以如果你的病人 所以如果你的病人 因为通常 ANECMO病人 有些肾脏也不会太好 但如果你的病人 肾脏功能是OK的 你想 你的 你觉得你Fentanio 欸怎么越用越 激量越高 那你可能想换成Morphin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病人同时 又有Renal Failure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把Fentanio 上调 再看看他的 临床反应嘛 大概会是这样子 对啊 嗯 因为之前其实 有一个经验就是 的确也是 Fentanio调了 就是真的 病人就是 不会倒这样子 然后就 Takini是好的 然后就换Morphin 这样 换Morphin就太倒这样 所以其实就是 水溶性跟水溶性 可能真的有点影响 但如果你真的 除非你到一个很极端的状况 就是Fentanio高到一个 你觉得 实在是 太难接受的程度的时候 那或许你就换成Morphin 但是你就是了解说 如果它Reno dysfunction等等的 反正就是 Clos Monitor它的CPOT等等的 去调整 你的最低有效剂量吧 大概是这样 嗯 了解 下一个是 想问台大医院 目前在交替洗SD的病人 当TDM data 跟不上SLED调整的时候 剂量大概会怎么抓呢 呃 我想大部分的时候 TDM data都跟不上 因为大部分药物都没有TDM嘛 所以这个issue是不是 我猜测一下 这个issue是不是 病人本来是洗CRT 然后状况比较稳定之后 他就不洗CRT 他洗SLED 但是还没办法洗到HD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以我们状 因为我们 看各个医院的SLED怎么洗 我们医院的SLED 其实跟HD有点像 就是洗的时间 因为SLED基本上就是效率 理论上要比HD差一点 但是时间拉的比较长 但是我们医院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的SLED 其实洗的时间跟HD 不会差很多 可能就差不了多少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病人 从CKRT变成SLED 我们基本上就是 照HD的DOS再给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们的SLED 是洗比较长的 就像有些 可能已经进入什么PIRT那种 就是已经洗8到12个小时 那种比较长的 那我只能讲就是 他的剂量我觉得 就会落在HD跟CKRT中间 甚至有一些DATA 看起来你的PIRT 如果洗的时间更长 搞不好12个小时以上 他的剂量搞不好比CKRT还要高 可是那个就很少很少资料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在我们医院来讲 我们的SLED 其实就是类似HD 甚至效率比HD还要低一点 因为它洗的时间 可能就一样4个小时 所以我们基本上 现在就是会照HD的剂量去给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的SLED 时间有比较长一点 但是又没有长到很夸张 什么12小时以上 6到12个小时中间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你的建议机让破取是 如果在HD跟CKRT中间 这样子 大致上只能这样做 就是你如果要有一个操作的准则的话 我应该会这样处理这样子 听起来是一个很艺术的介于中间的其量选择 艺术啊 反正就艺术啊 真的都没data 没办法 下一个是想请问一般AKI CRT HD 跟ECMO 如果follow TDM的时间 会不会有不一样 就是频率会不会不同 像我 我觉得AKI的话 要看你的病人 是不是一直for grace 这样 那 我觉得AKI 如果是AKI的话 我觉得频率应该会很短 因为你怎么调你也不知道 因为如果它隔天就变更烂了 其实一般的AKI来讲 有可能 如果你的SENDER 是每天都可以测TDM 有些做法会是每天来测 或是怎么样 或是至少两天测一次 因为你有时候 它就越来越烂 那你可能就预期它不会排出去 或是怎么样 你的频率就会很频繁 因为它那个已经没有什么steady state的可言了 因为它每天都在变 那CRT的话 假设你是 假设你可以一直洗在一个稳定的状况 假设啦 就是你病人都会真的会洗三到五天 理论上病人洗三天 可能就改善了 这是最好的状况 也有可能三天它就死掉了 那有些真的它CRT会洗比较久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steady state 但是 一样的道理就是 就是它的EA法到底有没有变 就是说如果它的EA法就是都是洗两个liter 没有变哦 都没有变哦 那的确它可能三到五天就是一个steady state 你可以当成 steady state概念去建议它的 药物的TDM这样子 那HD的话就 比较简单 通常我们就是 以Vehome Eyesing来讲 我们就是第三次洗剩前 大概都是这样子 去抽血重浓度这样子 就不会是每天在抽 就是会抓一个时间点 那ECOMO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它的 MirrorSign都是stable了 你应该是照你 平常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个 状况就是到底你的病人的状态有没有在变 如果它是一直变一直变的那种 我觉得你就是会很频繁 因为你没办法预期嘛 它也不会到什么steady state 这种东西 那如果它就是 是一个固定的 像CRT 它的那些设定都没有变 那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样 就是一般药物就是可能 它的Halffly变的是什么 12个小时 你就抓 五个半摔期去做TDM的建议 类似像这样子 对 台大有就是有遇过每天测TDM的吗 呃 呃 我 偶尔很少 因为我通常都 通常如果你 是胜排除了药品的话 如果你Kinny已经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通常就是确定它浓度很高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是hold a dose 然后 我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 我会测两个浓度 然后去预测一个K 大概的K 类似像这样 然后那个K你就会知道嘛 如果它后来胜功能越来越差 你就知道 那个K一定是比现在更 更小 那你就会 那你就会 我就可能是两三天测一次浓度这样 就会给我 就是我会一开始可能测比较多 但是后面就会看情况去测 但是甚至是 其实我通常不会遇到这状况 是如果它真的AKI 我就会叫他换成Tigolpani 因为我会选一个 比较不会Nephortasic的状况 是 同意 对 可能还要考量护理师的部分 会不会升级 但ICU可能会好一点 如果是一般病房可能就 对 我平常都跟他们有拜拜 应该还要 是 好那下一个是想询问 如果是洗CPFa的病人 是否会依照CVH病人的原则调整 你的CPFa是Postma is Change的意思吗 我想先确定的 是洗血浆置换吗 还是 因为这个缩写我 可能问这题的 那朋友先就是留下他的圈名 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先看下一题好了 有问说 因为ARC的琢磨比较多 不晓得就是建制药师认为 像SIRS Hydrophilic 药物对于VD的影响 既然对血中浓度的影响很大吗 以至于血中浓度很难拉起来 应该是影响蛮大的吧 因为像AMICASIN还是什么 就是 在Quickle Care的病人 其实你会看到 我们一般one steady dose 都是什么15到15mini per kg 很常我们one steady dose是这样 可是如果你去看Quickle Care的 AMICASIN one steady dose 有时候会建议到25mini per kg 所以为什么会到25mini per kg 其实就是因为他VD变得很大 当然是因为AMICASIN本来的VD就很小 他本来VD就只有0.2 0.3 所以 那个 你resustation的那些Valent 对于AMICASIN的影响就会很大 但是像AMICASIN来讲 他的 Lowind dose也会变成25到35中间这样 所以我觉得Hydrophilic 其实 VD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啊 所以Lowind dose要给比较多 是 刚刚有回 那个CFPA是血浆滤过吸附 血浆滤过吸附 是 应该 应该就是 PASMAR也有类似的东西吗 或是DFPP那种 如果是那种 那种东西的话 他其实 应该是 是不是干功能不好的 就是干摔截病人在用的 我确定一下 应该是吧 如果是的话 其实那个通常是洗大分子 就是 因为他是要把那些 Bilubin什么都洗掉的那些 Bilubin他其实跟Albumin会摆在一起啦 所以他们血浆滞换那些 就是 DFPP他其实 不太就是跟 HD什么的概念有点不一样 就是 反而是 Protein mining大的药物会被移除 那 VD大的话 一样比较不会被移除 是因为VD大 他就还是没有在血管里面 比较不在血管里面 你不管怎么样 这些体外循环都比较不会受影响 这样 所以会有一个反过来的点就是 HD的 就是洗 Hemodelysis是洗小分子 那如果你是这种 Pasma Filtration Sorption这种 应该会是洗大分子之类的 这样子 对 但如果你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 那就是另一件事情 因为我其实对 Pasma的这个 我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Pasma Pharesis 就是我刚刚讲的 Pasma Pharesis 就是 就是有点像Pasma Change那样 它其实就是大分子的药物会受影响 这样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的药物 这种Potene by你很大的药物 或怎么样 其实尽量都要 最好可以的话 就是应该要 嗯 洗后给 可能会 比较好 但是我只能跟 我只能说Pasma Pharesis 或是像他讲的CPF FA 都是没有什么Data的东西 因为这种病人就不多 那你病人大概都只有洗一下下而已 所以你很难做 不太会有人去为他做一个Study 所以大部分就是会有个大原则的概念而已 就是说如果你也知道你的病人 你的药物Potene by你很大的 可能8-90%以上 那你可能尽量 如果你就是要洗Pasma Pharesis 你大概只要时间 那离你给抗症次时间很近 或许可以考虑就是 洗后给 或是你给了之后 你洗后要再补 一样的剂量 类似像这样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有可能 头头都会被洗掉 有可能 这样 但是Pasma Pharesis 我反而觉得你要注意的是你的Potene 你的IVIG一定要Pasma Pharesis 之后给 因为MG的病人会给IVIG 所以 你如果让他Pasma Pharesis之前给 你等于是把一台车子 洗掉的感觉 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 反而就hypotene的药物你要注意 类似像这样 好的 我们的目前问题 问完 还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 我们大概时间会抓个 半点半 结束 有一个问题 是延长输入跟持续输入哪种模式 对ICU的 较佳这样子 以学理上来讲 当然 会觉得是Continuous Infusion 对吗 因为学理上来讲 他就是能够达到最最适当的Ti-Di-MIC 可是你临床的Data来讲 你去看Standium 目前你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点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达到 适当的Ti-Di-MIC 就是这个issue而已 所以 如果你的Center 可以做Continuous Infusion 当然你就做Continuous Infusion 这是最好的 但Continuous Infusion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Compatibility的问题 跟你的药物的稳定性的问题 这样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克服这件事情 你至少做Extended Infusion 三到四个小时 其实也都会是 对病人有帮忙的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临床考虑的点 应该是你的Center 能做到什么样的 的状况这样子 嗯 是 因为最近好像这个议题 我在我家ICU 也看到Mero Penin 用IV Pump给 然后还有看到Vancor买信 用IV Pump给 就是Mero Penin 不要有看到Paper Vancor我就不太确定 所以 你说Continuous Infusion 对 有些欧洲国家是用CIF在给啊 但是如果你照学理来讲 其实他不一定要这样给 但是 CIF给 就是欧洲有一些国家 他们其实都是Routine 这些药 他们都是用CIF给啊 这是他们的Practice 这样的 但如果你说 以PAPD的概念来讲 我觉得Vancor你CIF给 但我觉得他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抽一点 就直接算AMC啦 我觉得也是有好处 这样子 是 好 有一个新的问题 洗MARS有没有相关的经验 MARS哦 其实MARS就是 就 就有点像 会有点像Posmic 那种吧 我只能说 其实如果我们遇到这种 不太 看过的或是 没有Data的东西 或怎么样 就是会在他洗的过程 就是尽量 后面的时候给这样子 因为MARS应该也是洗 也是会洗掉大分子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你否定把你 小分子应该有可能会洗掉 所以 基本上你如果能够 避开就尽量避开啦 就是让他在 洗的时候 药物浓度是 不要是很高的时候 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件事情 这样子 如果HD要补打一个技巧 是否改用直接HTO给药 比较方便 对啊 我们基本上很常都是直接 什么一光QN之类的 这样子 这个在我们医院之后 还蛮常态的 对 CPF 不好意思 那个我真的不是很熟啊 所以如果你想的是 那个会吸Cytocon 因为胆红素就是hypotene 的东西这样子啊 所以如果你的是大小分子都会洗掉的话 那基本上你的药物就是 能够 能够尽量够吧 大概都是这样 嗯 好的 那现在问题如雨后春晨般冒出来 想问台大有没有在做Tagosi的TDM 那感染科就是 询问者感染科最近会建议 这件事情 所以想问一下TDM的帮助大吗 像我想问你们医院可以做Tagosi的TDM吗 这是我比较想知道的 就是你们医院可以做 就是 如果可以做我觉得 有一些当然会有帮忙嘛 就是 你说 很多比较难预测的啊 像是AKI啊 CKD啊 OBES啊 体重太轻啊 严重的病人这样 如果你想看TagosiTDM 其实 可以 日本有一个TagosiTDM的概念 那个应该都可以 就可以回答到你说的问题这样 大概有9个问题 然后包括哪些Tagosi的Range在哪里啊 哪些人应该做啊 Loading Doce怎么给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基本上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一定会给 足够的Loading Doce 因为我们之前在台海医院自己做的Study 就是 如果Loading Doce只给6的话 呃 挫幅都不够 那给12mg per kg 3-4个Doce的话 我们的挫幅都可以落在Range里面 所以在我们医院 我们的routine就是 Loading Doce一定会打足够这样子 但因为我们医院没有办法做TDM嘛 所以我们就 不会routine做这个TDM这样子 但是我们会确定 确保它的 技量打的是够的这样子 所以我们很常打12mg per kg 这种技量 我们都会打大技量这样子 对 那你说做TDM的帮助大吗 以Tagosi来讲 我是觉得 好像还好 对 好的 呃 接下来有询问说 呃 ZEBRAZA的档单 对 诶我们医院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个抗生素 想问CCR小于15尚未取胜技量的建议 我对他有点没有那么熟 我对他有点没有那么熟 但是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他是不是就是胜功能不好的时候会直接调剂量或是怎样 我我的建议都会是这样 那你胜功能不好的话 你给ZEBRAZA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是要给一个UGDOSE吧 downloading的概念这样子 然后之后再去调整他的剂量这样子 那因为我对他西加小于15的建议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我没有办法记 没有办法记得 所以我没办法直接反正性的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是我会跟你说 就我的认知来讲 就是我记得ZEBRAZA在胜功能不好的病人 他是直接把剂量调低 或是甚至他loading DOS会变少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基本上你应该给一个一样的loading 跟正常人一样的loading DOS 搞不好还要给更大不知道 目前没有得到 但是你应该要给一个正常的loading DOS之后 再去调整那个剂量这样子 那我可以看了ZEBRAZA的剂量建议 我才有比较能够回答你的问题这样 好的那看一下题目 有问CKD病人使用他的dependent 还是short half-line antibiotic 要调loading DOS吗 比如说tasocin 什么等一下看一下 要不要调loading DOS 其实重点取决的重点在于他的VD会不会变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 那像tasocin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 其实大部分的抗云数你在CKD的变价 这要调量 我其实都会觉得第一个DOS 应该都是要一个正常计量这样 就是你可能本来是三光四光 你应该就是打一个三光 之后再去调成你应该要的两光Q8Q6之类的 因为你loading的概念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CKD会怎么样的话 你说要不要调loading DOS 其实这个issue是要不要给更大 因为给更大就是表示你觉得他VD变得更大 所以像Vancor那些都会有这个建议 就是你AKR还怎么样 他反而会建议更大的loading DOS 但是我们调的都是调maintenance DOS 就是这样 对 所以你问我loading DOS要不要调 我觉得应该是要给loading DOS 但是Towsing我目前没有看到说要给更大的loading 这样子 呃延长输注的E会下降 有可能啊 因为就是你圣诞功能很差的时候 你的浓度就会拉的比较长 所以你替代MIC就会比较好 所以很过去的study看起来就是 他们都把圣诞功能不好的病人排掉 因为他们就觉得这群病人是 比较不会得到benefit 因为你搞不好正常这样给 他替代MIC也是会达到这样子 所以以前就会有人觉得说 Reno failure病人不用去 不需要做estate infusion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细菌MIC真的很高 你在CKD的病人或是怎么样 他去做estate infusion或continent infusion 他一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替代MIC 这样子 对 只是说如果你本来就 MIC就是中等 可能像8之类类的像这样 那Nikini又很差 然后你去做 你没有做estate infusion 搞不好你也可以达到那个替代MIC 所以重点还是你有没有达到那个go 好 我们 我们就到8点31这个了好不好 我们后面的就没办法了 我们截止在这边 没问题的问题 没错 好 那个 Smenorik是什么 Mino cyclist 我刚才在 嗯 那什么意思 对是要问什么意思 是要问能不能这样给吗 是要查一下我不知道 如果要限水我们基本上就是浓缩啦 但是你要去查资料说 到底他这样的 有没有data 这样的stability 是可以等等的问题 这样子 对如果你想问的问题是这样 嗯 那就最后一个 在交互病房透析当天透析时段不固定 抗申诉给药时间会如何调整 或如何计算补打剂量 我觉得补打剂量很难欸 就是 你如果去看文献有 有补打剂量的 反而是简单的 通常都是没有的是很困难的嘛 那你问的时候不固定的话 我觉得 其实 就是要看你的时间大概在哪里啊 啊 像塔尔士尼那种 我基本上 我都是 我只举塔尔士尼的例子 他就是两光Q8 呃 他有两光Q12 然后要补打剂量跟两光Q8 我的建议都会是直接打两光Q8 第一个是我 本来就会favor high dose 再就是两光Q8 反正不管他什么时候洗 你怎么样都还是比原来的 两光Q12多很多 这样对护理师来讲也是比较简单 那如果你是那种一天一次的 那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你就是等洗完生再给就对了 大致上的逻辑会是这样子啊 原则上 就是说你要去看一下 如果他写生计量有两种range的话 尽量去选那种就是 比较大的dose 然后不用特别去补打的 我的建议会是这样 然后 呃我们应该还是 8.2乘以4吧 如果是callisting 这样子 对 我我们应该是用 8.2乘以4 现在指引都是建议300密光 不管体重 呃 我没有update到那么新欸 我也不太去提 是吗 我不知道欸 我们还是乘以4啊 我们目前是这样 我不知道有那种 不看体重都打300的 这个我没有update到这样子 对 好 那最后谢谢杨维伦钥匙补充这样子 极限浓度可以泡在100cc里面 好 谢谢 那真的是非常极限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时间也差不多了 呃 建制钥匙还有需要 还有想要总结吗 总结吗 就是这个很困难的issue啦 那反正就是就是很多 那我觉得大家在HU工作 其实每天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看你对病人的评估啦 然后clical judgment 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 啊如果有人想要这个slide 我是可以考虑把它放在pdf档 放在网路上 如果大家觉得对这有帮助的话 因为我看有人问这个问题啊 我本来也是 我我也没有说我完全不能给 OK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啦 对啊 好那 非常佛心 对不会 我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一起 往前吧 大概是这样 好 嗯 那时间差不多 那主持人要不要 好我总结 好感谢大家今天热情参与 我们那个今天报名据说是800多人啊 我们在线上好像又400多人 好啊那也是那个宣传一下 我们下一堂课 呃中正系列是8月22号 啊一样也是礼拜二的晚上7点 主题是sepsis跟septi shock的治疗 那目前在临床要学会的网站上 已经可以报名了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报名起来 我们就下一次线上见啰 好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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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